2007年2月23日,汇圆果汁成功登陆港股市场,共发行4亿股,筹集规模达24亿港元,是当年港交所规模最大的IPO。 上市当天,汇圆股价一路上涨66%,首日市值达313亿港元。 成为2007年以来,港交所上市当日股价胜负最大的股票,被称为港股新股王。 同年,朱鑫里上榜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91位,上榜资产61.3亿。 汇圆果汁的业务规模在同时间达到巅峰,但鲜花背后已经显向还生。 汇圆在飞速扩张的过程中,内外部始终由朱鑫里独揽大权,而朱鑫里本人忙着资本扩张,根本无暇建设汇圆内部的产品、渠道和营销。 汇圆早期依靠着央视的广告宣传,根本无需为渠道担忧,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粗放式经营的道路难以为继。 大家长式的管理模式,落后的产品营销和销售渠道建设,已经让汇圆每况愈下,朱鑫里也曾试图弥补渠道上的短板。 2003年,汇圆计划在全国开1500家专卖店,遭到了大批主流金融商的抗议。 2006年,汇圆又开始设立项目部门,以独立进行各个产品,但由于不同的项目部门形成了内部竞争,这场变革仅进行了三个月就戛然而止。 2007年上市前夕,为了保证报表数据,汇圆提高了金融商的进货价格,又一次激起了中路,但这些策略收效甚微。 直到上市后,汇圆的销售渠道短板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 此外,大量异军突起了竞争者,也让汇圆在下入市场的发展空间逐渐受到挤压。 2001年,统一推出先程多,开创了PET果汁饮料市场,掀起了果汁市场的波澜,在当年创下了10亿元的销售额。 康师傅,娃哈哈,建立宝等企业,紧随其后,随后竞争不断加剧。 2004年,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美制园果立成,在果汁市场上取得了很大反响,而面对不断入局推陈出新的果汁品牌,忙于上游农业大量的朱新里,只是草草应战。 对标仙城多,果立成,汇圆也尝试推出了真仙城,C美丽,但汇圆内部一塌糊涂的管理体系和营销策略,让这种追赶不战自败。 在父辈受敌,竞争份额不断被蚕食的下入市场。 朱新里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管理上的短板,转战上游,做大农场主的想法,在他心中不断成型。 相较于竞争激烈的果汁饮料加工产业,他认为上游,大农业产业链的前景更加广阔,与农夫山泉重乘字的小打小闹不同。 朱新里的农业布局十分宏大,涵盖了对上游,果品,蔬菜,茶叶等品类的全面布局。 对他来说,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把原料的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从2006年开始,汇圆就把建设上游水果基地提升到战略高度,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全国布局。 2007年,汇圆果汁上市前后,趁着手里有钱,朱新里一口气投入20亿,在湖南淮化,山西幼狱,金陵书兰,安徽荡山等地,签约新建了多个大型水果基地项目。 为了扩展华东和华南市场,他还在华东、华南地区投资新建大型工厂。 但朱新里所钟情的向上游扩张,建立汇圆大农业帝国的梦想,却是一个无情的吸睛黑洞。 在连续大手笔投资之后,上市所得的丰厚资金很快就见底了,媒体也相继爆出会员销售额下滑,并购及投资新厂导致负债率过高,折旧与土地使用权摊销等费用吞噬企业利润的问题。 而此时,朱新里大农业梦的进度条还没加载过一半,又一次被资金卡住脖子的朱新里,只能选择硬着头皮往前走。 他提出了一种方案,即卖掉处在下游的果汁品牌上市公司,转向布局果汁上游产业,做纯果汁原料供应商,这一次他决心放手一搏。 2008年7月,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交到了一笔来自会员果汁的机密委托。 委托的内容是,拍卖会员主要股东们所持的股份,在向多家公司发出收购建议书后,高盛收到了来自可口可乐的报价。 当时可口可乐已经占据了中国碳酸饮料领域高达60%的市场份额, 其旗下的美资源在中低浓度果汁领域也大获成功,拿下了10%的市场份额。 为了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进一步进军果汁市场,可口可乐向会员抛来了橄榄枝。 7月31日,可口可乐提出全面收购邀约,条件很诱人。 可口可乐的收购价几乎是当时会员股价的三倍,收购总额超过了179亿港元。 可口可乐是真的想买,而朱新李也是真的想卖。 如果交易成功,他将以41.53%的股权套现74亿港元。 他认为自己不擅长做市场营销和精细化管理,农民出身的他更适合做果然种植的上游产业。 卖掉会员,他就能拿着这些资金去敲动那个宏伟的大农业们。 同时借助可口可乐的全球营销网络,会员在上游出产的浓缩果汁和果浆将被输送到全球。 8月31日晚上11点30分,在北京家中,朱新李在收购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9月3日收购案对外公布轰动一时,复牌后会员股价迅速上涨,收于10.715港元。 当日涨幅高达164%,三天后会员总部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会上朱新李说出了那句后来饱受争议的话,企业要当儿子一样来养,但要当猪一样去卖。 他表示,这次收购是纯商业的资源的行为,是会员心甘情愿的嫁给可口可乐。 收购案公布后,是在B型的朱新李开始履行与可口可乐方的约定,由于双方在销售渠道上存在着严重重合。 为了配合可口可乐,会员自费武功,砍掉16年来辛苦搭建的销售体系,查车商超渠道,省级经理以及大量基层销售。 2008年年底,21个省级销售经理离职,会员的员工人数从年初的9722人降到了4935人,裁员进败。 而销售人员从3926人减到了只剩1160人,削减超过七成。 短短半年,国之汉将会员元气大伤,尽管此番财彻让会员损兵折降,但在朱新李看来,为了收购顺利完成,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外,收购完成前,处于对收购形式的乐观预期,朱新李继续豪值巨款,不断加码上游水果种植资源和水果加工业务。 尽管朱新李竭力表现出对收购的云淡风轻,但这场押注成功与否对朱新李来说至关重要。 2008年,多时之秋,这一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同时到来,外部变化使得民族情绪空前高涨。 这种民族情绪让民众的枪口,一致对向了朱新李和会员果汁。 朱新李那句,企业要当猪脉,刺痛了万千国人的心。 由此,可口可乐收购会员事件上升到了外资阴谋,民族品牌存亡的高度,而朱新李则被戴上了卖国求荣,卖国贼的帽子。 有媒体做过调查,在12万名受访者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不赞同此项收购。 八成网民支持商务部否决此次收购交易。 有人说这是在葬送中国民族品牌。 也有人说这是可口可乐抑郁垄断中国的饮料业,即使要卖,那也应该卖给中国的企业,怎么能卖给外国的企业呢? 民众的愤怒最终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这年8月1日,中国的反垄断法正式施行。 这起收购成为触犯反垄断法的第一个案例。 2008年11月19日,商务部正式立案,并启动审查程序。 经过长达4个月的反垄断调查,商务部最终以可口可乐能把在碳酸饮料行业的支配地位传导到国质饮料行业为结论。 否决了可口可乐对会员的收购。 商务部的否决让已经势在必得的朱新李措手不及。 收购计划破产后,会员的销售体系遭受重创,以投放到上手产业的巨额投资也直接变成了债务负担。 消息很快传到了股市,会员的股价断崖式下跌,三天之内跌幅就已接近60%,市值惨在腰斩。 但悬崖之上,朱新李并未乐马。 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饮料行业的销量中,果汁饮料占比为18.56%。 到了2019年,寄饮茶饮料和果汁占中国饮料销售额的比重分别为21.12%、15.60%。 从09年开始,茶饮市场不断增大,而果汁市场不增反减。 在果汁行业,会员面对着来自康师傅、统一、娃娃等品牌的蚕食。 而在整个饮料市场,又面临着乳制品、功能性饮料的挤压。 一位投资人士透露,朱新李选择将会员卖身可口可乐,一方面是可口可乐给的固执高,另一方面也是他感受到了果汁市场的危机。 如今,果汁市场的不景气也证明,当时确实是会员卖身的好时机。 没能如愿出售会员的朱新李,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下游。 收购失败后,朱新李开始重整旗鼓。 他找了大量的退伍军人,以填充并购时砍掉的销售队伍。 2010年前后,会员的销售人员一度暴增到17000人,但失去的渠道早已被其他品牌迅速瓜分,会员已经危险重重。 从2008年起,会员果汁业绩持续走低。 2009年,会员果汁首度亏损9900万人,从此一蹶不振。 2011年至2016年,会员连续6年亏损。 与大额亏损相对的,是朱新李依然着热的农业梦。 从2011年至2017年,会员在朱新李的带领下,举债向上游扩产。 在黑龙江一春、河南浦阳、湖北中祥及云南等地,投资了十余个农业项目。 对外号称投资金额达上百亿元。 在集中立项之后,不少项目在中途便因资金链锻炼而终止。 在资金紧张,工厂产能利用率只有30%的情况下,朱新李建厂的步伐却没有停下来。 对此,一位行业人士分析道,厂建起来是没有订单的,但他们还是建了。 原因还是在建厂过程中,存在着可以腾夺资金的逻辑。 虽然资金的腾夺无法考证,但债务的压力的确让会员一刻也不敢停歇。 从2011年至2016年,会员的负债比例居高不下。 2017年中报显示,会员的总负债规模已超110亿元,资产负债率达51.8%,利息负担极大。 据统计,总收入不及54亿元的会员,一年交给银行等渠道的利息要达5亿左右。 此外,会员内部的人事管理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众所周知,会员集团从初创到壮大,朱新里一直倚众家人和山东医院县的老乡。 长期以来,朱新里的儿女、兄弟等众多亲属都在会员集团中担任要职,掌管会员的运行动脉。 而招聘员工时,朱新里偏向于同乡的山东人。 会员的管理层和员工差不多七八成都是山东人。 在会员内部,长期以来都存在山东帮与非山东帮的名争暗斗。 此外,作为中国家族企业代表,会员奉行一种大家长式的管理。 在企业内部的决策和经营上,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朱新里向来是说一不二。 浓厚的家族式氛围,让会员在经营决策上逐渐走向武断和独裁。 同时由于缺乏监管乱象频出,朱新里有侄子朱胜彪, 曾以200万人私下将会员公司的商标卖给云南卡瓦格伯公司, 尝试引入职业经理人以去家族化。2006年,朱新里从可口可乐挖来陈志强, 在会员果汁担任副总裁,但朱新里和独裁,朱氏家族盘论错节的关系, 让夹在中间的职业经理人寸步难行。不到三个月,陈志强就黯然离开了会员。 2014年,朱新里又重金挖来李锦记酱料集团的前CEO苏英福, 但随后,空降会员仅一年零一个月的苏英福再度离开。 苏英福透露,公司讨论什么决策,家庭成员只要星期天回家一起吃个饭, 基本都能达成共识。此后,职业经理人在会员来来去去, 但几乎没有一位任职时间超过两年。 很多人评价这些职业经理人水土不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朱新里不愿意放权。 家族化的弊病,债务的成科,以及无节制的扩张, 让会员果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利用率不足8%, 依靠着出售从前大肆扩张的工厂和生产线, 以及政府的补贴才得以维持。 据统计,2012年至2016年,会员获得的政府补贴收入总计超过7亿元, 而截至2017年年底,会员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14.02亿元, 此时的会员帝国已经开始土崩瓦解, 资金匮乏和债台高筑的困境让会员开始铤而走险。 2018年3月的一天,会员果汁内部爆出一条公告, 该公告承认上市公司违规向北京会员饮料, 提供了42.75亿元短期贷款, 以便后者应对临时资金需要或还债。 北京会员饮料是朱鑫里个人的关联公司, 这起贷款,会员果汁不仅没有遵守港交所的信批规定, 也没有通过董事会的批准, 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属于重大违规。 消息一出,沉寂许久的会员果汁重回大众视野, 再次掀起渲染大波, 这一行为也直接导致了会员的停牌。 停牌前后,会员内部发生了多轮人士动荡。 2019年1月至2月, 公司六名高管相继请辞,其中包括行政总裁吴小鹏, 执行董事崔宪宪国。 按照规定, 倘若会员果汁于2020年1月31日前, 未能达成所有复牌条件, 港交所上市部将展开取消其上市地位的程序, 也就是说留给会员的复牌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在这期间,会员也没闲着。 2018年6月, 在前一年营收不足54亿元, 公司市值仅200亿元出头的情况下, 会员开启了云南迷勒建立抗氧小镇等项目的大计划, 预计投资总额为200亿元。 半个月后, 投资额被进一步加码到300亿元。 2019年4月, 走投无路的会员果汁, 匆匆宣布与天地一号合作发起合资公司, 由天地一号以现金方式向潜在合资公司出资36亿元, 占股60%, 会员果汁则以资产出资方式出资24亿元, 包括会员果汁商标等, 也许是受债务影响, 三个月后, 双方面发文宣布成立合资公司的计划终止, 但对于会员果汁来说, 坏消息远不止一个。 同年9月, 先锋集团旗下P2P平台工厂未经公布, 北京会员饮料食品集团旗下四家公司, 无法偿还418.5万元的欠款, 拟以会员果汁系列产品抵债, 随后, 朱新里作为有权代理人的中国德元资本香港有限公司, 被法院查封, 41亿元资产遭冻结。 除此之外, 67日的朱新里也被戴上了老赖的帽子, 晚节不保。 此后, 会员的财务数据越发沉迷, 面对港交所复牌要求中, 需要公布欠缺的财务数据要求, 会员并未如期旅行。 2020年2月, 山雨欲来, 创始人朱新里妇女宣布退出上市公司董事会, 提前离场, 留下在会员工作19年的资深员工, 居心宴独自首页, 执掌公司董事会。 业界盛传其负债超过114亿, 北京会员食品亦被殃及。 2021年1月5日, 港交所上市复合委员会通知会员果汁, 维持处罚决定。 1月18日, 会员果汁因资不抵债, 黯然退市。 7日果汁市场的龙头, 如今负债累累, 盛景难觅。 7月30日, 微信公众号会员发布说明称, 有自媒体发布了, 会员果汁被苏州兆丰物流公司, 提请破产重组的虚假消息, 被相关方提起强制清算的信息。 会员集团在说明中提到, 集团并不存在上述破产重整。 苏州兆丰物流公司, 申请强制清算的对象, 是江苏隆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并不是会员集团。 会员集团仅是这一强制清算案中的第三人, 但股权结构中显示, 江苏隆德由会员集团持股88.5%。 大厦将清, 欲盖弥彰, 随后一纵关于会员企业, 被申请重整的民事财定案被披露出来。 7月16日, 北京市一中院民事财定书显示, 山东德元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以北京会员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违由, 向法院申请对北京会员进行重整。 财定书显示, 2020年7月30日, 双方对账确认, 北京会员欠付山东德元运费24.16万人。 案件审查过程中, 北京会员认可山东德元的债权人身份, 认可到期仍未清偿债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债务问题被曝光, 会员的财务暗窗也被层层揭开。 中国执行公开网显示, 从2019年3月至2021年7月, 北京会员及其相关公司, 共计有29条执行人信息。 除此之外, 会员饮料开始深陷票据追索, 金融借款合同, 企业借贷等纠纷。 随后, 北京破产法庭发布了一则公告, 为进一步识别北京会员的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 2020年12月29日, 将对会员果汁的核心资产会员食品启动预重整, 这意味着会员果汁曾经的果汁巨头, 迎来了破产重整的最终审判。 负责重整的律师事务所在会员食品预重整工作报告中提到, 会员食品产业链完整, 产能充足, 具有品牌价值, 在果汁行业具有一定的实力优势, 也有多家企业表达投资意愿, 该公司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 机构对会员核心资产重整价值的肯定, 让一部分人认为, 奄奄一息的会员或许还要转机,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会员的债务问题错综复杂, 将给重整带来一定难度。 此外, 除债务问题之外, 未来会员的股权结构, 管理权归属, 也是投资人关注的重点。 有些投资人还是希望能在会员的管理中拥有绝对话语权, 希望朱鑫里能退出公司管理。 会员重整一室, 争论纷纷扬扬, 却没有明确的结果。 而与此同时, 有会员有关的新的执行案件, 还在持续不断地爆出。 会员果置的最新一条执行信息, 是2021年11月25日, 北京会员饮料食品有限公司新增中本案件, 执行标的超5340万元。 目前该公司未履行总金额近14亿元, 而据相关执行裁判书显示, 会员饮料已无财产可供执行。 最后还是回归为零。 可可乐收购案已经远去, 曾经的国货之光也走下神坛, 而曾围猎会员的统一康师傅等企业, 如今营收也已连续七八年停滞不前。 饮料市场, 年轻的品牌正不断成长, 迎头赶上。 商业世界日新月异也让人意识到, 没有永远躺赢的强者, 只有不断奋起的后生。 有人惋惜, 如果当初把会员卖给可可乐, 会员的结局会不会改写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知道的是, 千禧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 对会员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或许属于朱星烈时代彻底过去了。